ISD目前已经可以对手指进行精准的控制了 你可以看到左边的骨架图 完美还原右边动画的动作 甚至在复杂的姿势还有动作上 也能比较准确的识别 每一根手指的骨骼图都清晰可见 今天就给你们带来新版的OpenPose律处理器 来到Stable Diffusion 找到下面的Ctrl Online插件 请确保你更新后的版本和我一样 不然没有新的律处理器 上传一下测试的图片 我找了一个复杂的手指和姿势 勾上完美像素 还有允许预览 点击这里的OpenPose后 预处理器和模型都会同步 预处理器先选择旧版本的Fore检测 接着点这个爆炸图标预览处理后的图片 可以看到旧的预处理器 常常检测不出复杂的手部和姿势 我们把预处理器换成新版本的DW OpenPose看看 同样点击爆炸图标预览 是不是很强 所者全部检测出来了 骨架姿势也识别很精准 点击这个箭头 把图片的分辨率同步上去 因为原图分辨率太小 所以锁住分辨率按照比例拉大分辨率 采样方法选择一个适合写实的 因为我的底膜是写实类的 最后选上画图的起手式 就可以开始生成了 不是我打码的 是它自己生成的 可以看到生成的结果是完全按照骨架图去控制 手部看起来还行 再生成一张看看 总结来说 手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不会像以前崩坏那么厉害 这时候你肯定会说 这些都是巧合物 那当时是真的脱了 好吧 再跑一张 以前要画出这样的姿势 估计显卡都抽炸了 现在再去测试一下老板的4域处理器 对比一下 以后可以不用这个了 手键测不出来 点击生成 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域处理器的控制 很明显 DW OpenPose强很多 当然新版的预处理器也不是万能的 更复杂的知识也会识别错误 当你发现识别错的时候 你可以点击这里的编辑 如果你出现这个提示 你只需要点击下面的这个 去N中插件即可 进到编辑器里面后 可以自己根据图片编辑骨架图 非常方便 你觉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点这个 发送到CtrlNet 你编辑好的骨架图 就会同步到预处理结果预览 最后我讲一下 怎么更新CtrlNet到我这个版本 点开秋夜启动器 再点版本管理 再点这里的扩展 最后点右上角的一键更新就行了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更新好可能出用了之后 第一次使用新的DW预处理器 会在控制台自动下载需要的模型 大部分人可能因为网络原因 都会提示错误 这些问题我都为你们考虑了 我会把模型放在视频下方 还有粉丝选 最后是我做的一些图 关注我 让你在AI的学习上 少走弯路